右手陈琳跳楼去世已经过去了近四年的时间 然而她的身后事一直纷争不断 丈夫张超峰将岳母和女士告上法庭 要求继承108万受房款 据陈琳前夫透露 张超峰没有为这套房子出资一分钱 并且房子早已过户在陈琳母亲名下 这个房产在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 已经转给陈琳的母亲 从6月19日开庭至今 陈琳的财产之争终于有了结果 9月12日上午北京朝阳区法院通报称 法院驳回了张超峰的诉讼请求 并签署了放弃继承遗产声明书